今天是2020年的7月17号 那么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行情的表现 我们看到早盘的时候骨子一度冲高之后回落 然后尾盘到当前为止 基本上又回到了平盘线附近 那么今天的这个K线显然走出了一个叫什么十字星 一个暂时的止跌形态 那么从今天的盘面来看 整体的两次的主要的机会还在什么呢 在一些防御性的板块为主 主要在大消费 我们看一下行业板块当中 重点就是旅游 今天整体来看 旅游股几乎是全部翻红 全面翻红 然后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航空 那航空的这块主要还是冲工 冲工航空为主 那么这批冲工股 整体来看我们看到也是基本上全面是翻红的 那么再有一个板块就是家电 日用化工 食品饮料 酒店餐饮 这都是典型的叫什么呢 加上旅游 叫典型的大消费 大消费概念 接下来我们还有看到 还有一个叫造子 然后是环保 环保呢实际上 从板块指数的角度来看 整个这个这几个月来看 实际上环保啊 给人的感觉真是涨幅非常有限 整个的环保的板块指数现在还在什么呢 还在一个底部区域啊 目前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这个 这个位置非常低对吧 所以说呢 接下来大家要把环保这个板块作为一个补障的 这么一个机会去重点加以关注啊 那这是一个是环保具体个股啊 我就我就不讲啊 我想我也是仅仅供大家参考啊 那么我们调一下这个价格通道的这个量化指标啊 给大家看看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当前的一个 价格通道啊 价格通道 稍等啊 稍等 价格通道啊 价格通道这个指标 那我们看一下这几个板块啊 价格通道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环保的板块指数啊 这两天的一个走势来看 基本上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这个底部区域啊 我刚才讲了啊 这个所处的位置目前呢 也是应该是刚刚啊 把这个底部的大区域突破 那么最近的将近十个交易日啊 我们看一下整体的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呢 也是属于什么呢 放量 是吧 下方成交链配合 然后这个位置 我认为接下来呢 就是在中轨的位置啊 大约在一千二百零八点的 这个这条线啊 在这条线 一千二百零八零八点 我认为这个地方是有支撑的啊 所以说呢 之前我记得在直播当中 跟大家讲过啊 我说这个环保啊 这个整个这一块 今年的涨幅是最小的 实际上这一块 接下来我认为啊 一个环保啊 刚才还有一个军工啊 军工就是主要体现在航空板块 航空里面呢 就是以战机啊 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飞机制造 是吧 为主的一些上市公司 我刚才跟大家已经点到了啊 这个 整个来讲 这个 整个的航空啊 里面都是中航系 是吧 中航系的非常多 那么这两天 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就最近几天通过 升负的短线调整之后啊 我认为接下来 应该是啊 军工板块啊 大家应该做一个 做一个重点的关注啊 那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 今天的一个 大盘的表现啊 我们先把这个 昨天的一个图表 给大家调出来啊 那么这个图表 我昨天就跟大家讲啊 我说可能的话 那今天就可能啊 一步到位啊 我说今天就要验证啊 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 对吧 指跌 而且昨天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啊 我画了一个什么呢 最典型的这个时间池啊 那我们来看这张图表啊 我们看这张图表 那我们看到是 前边的是33个交易日啊 我们看一下 33个交易日啊 这么一个上涨 然后呢 首先是 然后是10个交易日 是什么呢 是调整啊 这是10个交易日的调整 那么这个调整呢 它分为两步走啊 第一步呢 调整调四天啊 然后后续呢 经过短暂的 两天的反抽之后啊 然后一共是调了六天 加起来 四个交易日 然后后续呢 加速上涨这个波段啊 那么用了多长时间呢 用了也是33个交易日啊 到达最高点啊 那两天 前几天最高点 3458点 到那个最高点 然后呢 后续啊 四个交易日的 先进行四个交易日的 所谓几点啊 从最高点下来 那么今天就是 第四个交易日啊 显然到这个地方 要面临什么呢 短暂的变盘 昨天我也跟大家讲 我说呀 3150点这个缺口啊 或许被回补啊 所以在这个位置呢 要注意 那么从交易的角度来讲 实际上时间的这个因素 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你时间到了之后 你不要再去关注空间上 究竟还有多大的这个 在什么点位 或者什么价格 就是说交易当中 时间是第一要素 多长时间的上涨 多长时间的下跌 这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啊 所以说我认为今天盘中啊 因为今天是周五嘛 对吧 所以说这根十字星呢 收的比较漂亮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止跌信号 周末呢 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动态的一些消息啊 这些消息呢 希望大家要注意啊 是不是有消息 要有一些利好的预期出来 对吧 或者是什么呢 其他一些啊 这个这个原来不明朗的 对吧 认为是利空的 通过这个澄清之后 对吧 这个地方会不会啊 带动我们的这些蓝筹啊 其他的股票啊 继续上涨 比如说我昨天跟大家讲啊 中小银行 中小银行 今天看来基本上 还是都是非常稳定 盘中啊 有个别股票呢 稍微 所以我看一下 最近几天这个调整啊都实际上已经非常充分了啊 那么昨天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啊 大家可以看看我昨天的这个整个的这几那些那些啊那些表格里面啊一些个股 那么当前看啊有没有适合你啊这里面参考的啊 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低点刚好是什么呢 十字星啊 我刚才也说了啊 这个十字星 今天啊我们看到啊 这个护子的这个位置啊 我们看一下啊 今天就是个十字星 大家看到没 大阴线完了之后 十字星 这个盘中啊 我们看到是确实有回想回彩这个什么呢 下方缺口的这个动作 三千一百五十几点啊 那个那个缺口动作 我认为这个地方啊 到这为止啊 基本上就是点到为止 不会马上啊 不会马上说是给你把这个缺口位置补掉啊 这个地方要进行一个什么呢 下周要进行一个这个 所谓的啊 这种超跌的这种反弹走势啊 超跌的反弹走势 那么反弹之后啊 然后呢 我说下一个时间点是多少呢 我说是大约十个交易日啊 那么十个交易日怎么走 大约是这样啊 我在这张图表啊 给大家讲过 我说这也是十个交易日 复制的历史上啊 希望我们后台切换到图板上啊 切换到图板 我们看到啊 这个地方是十个交易日啊 这个地方十个交易日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十个交易日啊 就前边这是十个交易日 这也是十个交易日啊 但是这个十个交易日是什么呢 因为急跌了啊 跌幅基本上是到位了 今天呢跌到这个缺口 这个位置附近 是吧 十字星 那么下周我认为可能会出现啊 急速的这么一个发弹的过程 而且这十个交易日下一个时间点 指向什么时间点呢 本月的啊 本月的二十七号 二十七号 七月二十七日 那么注意啊 如果说二十七日那天出高点 应该还是一个什么呢 高抛的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是二十七号 二十七号 那么接下来可能还是继续震荡 对吧 然后呢 可能还有一次反抽 那么整体上来说 我认为啊 当前市场的性质是什么呢 通过第一轮啊 这个击涨之后啊 所谓牛市的击涨之后 然后呢 他有一个切换 因为前一波因为券商啊 金融股地产股啊 一些机油蓝筹股 都出现一波道夫型的大涨 那么这次呢 他有一个由快向慢的切换的过程 我认为接下来的啊 这个从三四五八点开始 接下来的啊 两到三个月啊 大约啊 这个这么长的时间 就是股指要进行区间的震荡 直到最后把下方的缺口补掉之后 然后迎来整个的啊 漫长的一个漫牛行情啊 这就是我今天要表达的主要的观点 欢迎大家啊 关注明观大盘 啊希望大家呢 多多啊评论 多提问题啊 我呢 只给粉丝啊 解答你们的一些疑惑 一些问题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各位啊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周投资顺利 再见